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使用顺序容器存储一组分数 这里我使用vector容器 首先我先定一组分数 这组分数是用来初始化vector对象的 然后我来定义一个vector对象 大家要注意vector 摄取容器vector 时针和类似 都是定义在ICD这个命运空间中的 它前面一定要指明它所处的命运空间 定义VC 所以我们来使用两个指针来初始化 这个vector对象 它两个其实也是一对迪带器 表示我将一对迪带器范围之内的所有元素 都促使到VC这个容器中 这个时候VC保存的就是这样一组分数 首先我想便利VC中的元素 然后对它进行输出 这里我定义一个函数 叫做Display函数 它可以输出这个 它可以输出这个容器中的所有元素 所以来定义一个VC 迪带器 通过迪带器来便利 然后输出它的值 这里我们通过对迪带器茎解引用 来输出 参数是一个vector的引用 输出于它的初始状态 下面我们需要来统计一下 这个分数大于60的个数 怎么做呢 我们当然可以通过便利 然后来判断一下 如果大于60的话 那个数5加1 因为SDL算法中 已经提供了一些算法 比如说我们前面揭示的Countave算法 它就可以用来统计满足条件的元素 出现的个数 这里呢我们就来使用一下它 因为它定义在algorithm这个文件 所以我们需要包含一下 是用Countave 这个方法 它呢它就有三个参数 前两个参数呢是一对迪带器 我们分约传入begin和and 表示说 我们来便利整个容器 第三个参数呢是一个位词 我们这里来定义一下这个位词 它是一个意愿位词 我们定义一个operate 它就是一个anti类型的一个值 因为这里呢我们需要统计大于60的人数的个数 所以我们直接返回 我们来判断 这种A大于60 如果某个元素的值大于60的话 那么 这就是处 那么Count的就会加1 这里呢我们输出一下 然后下面呢我想将这个分数进行排序 比如说我想按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来排序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使用sort的方法 它也只有几个参数 sort的方法默认是按声序来排列的 那我们想按降序排列 我们可以使用sort的另外一种形式 使用一个位词 因为它是二元位词 这里我们来定义一下 如果A大于B的话 那这样的话就表示声势 排气完成之后呢 我们再来收出一下 我们再来收出一下 这就参数 我觉得是结果更清晰的 那我们来打印一下 打印一下 打印一些 我们运行一下 看下结果 前面呢是在排气之前的 中心中的所有元素 所有分数都打印出来了 然后我们通过CountF方法来统计 大于60分数的个数 因为这两个迪在线呢 表示的范围呢 是从50到53 从5015到53 这个范围之对呢 大于60的个数呢 14 是对的 然后再通过降序排列 但是这个时候呢 我想删除小于60的分数 那我该怎么做呢 我这需要便利一下 如果说这个元素的值 小于60 小于60 那这个时候我就 就用它的 就用erase方法 来将它 将这个迪在器指向的这个元素 删掉 这样就可以满足需求了 大家有没有 还记不记得 我们在介绍顺序容器的时候 我们说过 当我们在改变容器的长度的时候 无论是删除 还是增加元素 就有可能会导致 已有的这个迪在器失效 erase方法 将这个迪在器对应的元素 从容器中删除 it压力迪在器呢 可能会指向一个 并不存在的元素 所以说它可能就已经失效了 那这里我们需要 给它重新复制 我们需要将它复制为 begin 然后从头开始扫描 完成之后呢 我们再来显示一下 可以看到 小于60的分数已经被删除掉了 这个实例呢 我们使用了vector容器 以及使用了迪在器 同时呢 也使用了 scr中的算法 我们在实际使用中呢 也确实会将 容器迪在器和算法 送合在一起使用 一般也不会说 仅仅使用它们中的一个 这里呢 我们直接使用 顺序容器中的vector 来保存这些分数 因为它的长度是固定的 这里呢 我们使用vector 还是使用list 以及使用deck 就是没有关系的 虽然说后面 我们会对容器中的元素 进行删除 但是这里呢 我们只是为了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抵达器失效的 这样一个情况 如果没有这句话的话呢 我们在这里使用vector 还是list 还是deck 都是一样的 因为这里我们 并没有使用vector的 独有的一些方法 比如说 下标随机访问呀 可以非常容易的 将vector 替换成list 和deck 我们只需要把 所有vector的地方 都换成list 和deck 那这件代码就是tune的代码 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前面也跟大家说 一定要使用deck 一定要使用一些通用的方法 不要使用某个容器特有的一些方法 因为这样的话可以使我们的代码更加通用 下面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map的实例 这里我们使用map容器 来保存学号跟姓名的映射 首先呢 使用map 我们需要包含map的头文件 为了更简单的 我们使用namespace std namespace std 这里我们定义一个容器 map容器 它的第一个元素呢 它的键是anti类型的 它直是strm类型的 这里我们使用 包含一下子帧的头文件 然后呢 我们需要给 往这个map容器中添加元素 也就是说添加键值对 我们使用以下几种方法 一种方法呢 我们使用insert的方法 往这个map容器中插入一个元素 make pair 这个函数 它可以返回pair对象 我们给它缠入1000 张3 第二种方法呢 我们也使用insert的方法 那这里呢 我们使用另外一种构造pair对象的方法 因为pair也是一个模板类 1001 我们需要给它指定类型 1001 里4 第三种方法呢 我们使用下标insert符的方法 因为map就是下标insert符 如果这个学号不存在的话 如果这个学号为102的这个学号不存在的话 那么就会将这个键值为102 银子为兆5的这样一个元素 插入到map对象中 这是几种往map对象中插入元素的方法 插完成之后呢 我们来输出一下 这里我也定义一个display方法 也使用一个引用 我们需要通过迭代器来便利一下 我们需要通过迭代器来便利一下 访问键和值 访问键呢 可以使用first这个成员 值呢 可以使用second成员 这样 然后我们输出一下 输出完成之后呢 下面呢 我需要来修改一下 学号为1000的这个人的名字 怎么修改呢 我们可以通过下标insert符 来付一个新的值来修改它 但是呢我们在修改的时候是不知道 张三到底是不是存在 这里呢我们可以调用一下map的 cont方法 来查询一下 这个学号到底存不存在 如果这个学号存在的话呢 cont就返回1 这个时候我们才修改 如果没有这句话 没有这个破坏条件 就可能会进行添加元素的操作 然后呢我们再来输出一下 然后呢我们再来输出一下 那我们运行一下看下结果 这是初始的状态 这是修改元素之后的状态 下面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容器适配器的实例 那这里呢我们以stack为例来介绍一下 需要包含stack的头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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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因为容器适配器和容器 都是定义在std这个明明空间中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不要忘记std 这里呢我们定义一个stack的对象 元素类型是int类型的 因为没有参数 所以说是使用的默认各道函数 这个时候的stack是一个空的站 下面呢我们再来定义一个站 它的元素类型是strand类型的 因为stack是基于stack来实现的 那这里呢我们来修改一下它的默认的基础容器 把它修改成基于lays来实现 需要包含一下lays和strand的头文件 stack呢提供push,pop,top,size和empty方法 我们分别来介绍一下它们 为这两个站push几个元素 10 10 20 30 二次让呢我们push几个strand类型的 然后呢我们电用size的方法来输出一下它们的元素的个数 然后呢我们电用size的方法来输出一下它们的元素的个数 最后呢我们循环来读取占领元素 读取之后呢将占领元素输出 我们使用while循环 使用empty方法来判断 这个站是不是空的 如果空的话就结束循环 否则的话就继续循环下去 获得占领元素的我们使用top方法 然后进行输出 输出完成之后就用它的pop方法来弹出占领元素 直到将所有的元素都输出完毕 直到占为空 我们也对i32执行trand逃走 这里呢我没有取返 我们再来进行一下 还可以看到 因为站的特点呢是后入迁出 压入的顺序呢是十二十三十压入的 那么取出来的时候是相反的顺序取出的 也是三十二十和十